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五清体育馆为大家现场直播 第十三届全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四分之一的比赛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山西队对四川队的比赛 从双方的阵型上来看 山西队今天是派出五阳打第一主力 他们是打主队 五阳是第一场和第四场 四川队的主力第一号主力是朱雨林 他是打第二场和第四场 另外双方的第二号主力运动员 四川队是郭艳 是打第一盘和第五盘 山西队是李小丹 是打第二盘和第五盘 他们的第三盘比赛 山西队是吕婷婷 四川队是范思琪 大家看到四川队的战绩 是三比零胜上海三比一胜山东 一比三赴给河北队 河北队是在小组赛里面打第一 在这个小组是第一小组 河北队是三战三胜 以三比一战胜了四川 三比一战胜了山东 三比零战胜了上海 这样河北队就获得了小组的第一名出现 山西队在这个比赛中也是三战三胜 他们分别战胜了三比一战胜黑龙江 三比一战胜天津和三比一战胜西藏 现在我们介绍情况 现在大家看到四川队的这个郭艳 今年只有19岁 他是在去年的11月份 在国家青年队的比赛中 一共是16个选手 他打第二名 这样就继朱宇林之后 第二个进入到中国国家队 舞阳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老移动员了 是目前被称为是世界第一销球手 他主要的特点是 攻销结合的比较好 性格也比较沉稳 所以非常能磨 另外在进攻的过程中 具有比较强的突然性 发球也不错 所以今天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看看哪个队 谁能够拿两分 在这个意义上 可能朱宇林概率更高一些 好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等一会儿再介绍有关的背景 其实我们知道在天津五金区 有两个体育馆 一个是老馆 一个是新馆 这个是新馆 这将是一场消耗战 因为舞阳是销球手 而郭彦是独圈球 结合快攻的运动员 现在是四张球台 同时进行比赛 我们只转播第一张球台 在另外的球台 可以看到是 第二张球台是 河北队队黑龙江队 第三球台是 湖北队的解放军队 第四张球台是 江苏队的北京队 现在我们正在转播的是 第一张球台四川队 队山西队 这八支球队 就是目前的前八名 捉对厮杀 最终 不输球的就是冠军 今天这场比赛 取得胜利之后 将进入前四名 刚才伍阳这个技术 刚才伍阳这个技术 是一个拉 所谓的拉 就是向侧面使劲 有点像反向的碾一样 所以他刚才这个球 是拉出一个侧上 这是个新技术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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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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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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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